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回家路上的Josh发现有一群人正在尾随着他 他看到人行道上有一个敞开的正在维护中的洞口 他跳进去躲了起来 但是进去后盖子立刻关上了 他被困住了 他试图寻找出口 最后到了装有三扇门的宽敞房间 这里标语写着 通向安全的门只有一扇 一号门后面每隔十秒 就会有一个自动封闭的房间 在二号房间里有四只 已经几个月没有吃东西的老虎 三号门后呢 有一条饥饿的巨蟒 是同一个楼馆搞的鬼吗 你有七秒钟的时间 准备好开始 他应该选第二扇门 没有失误 老虎是撑不过几个星期的 即将到达的火车 Will正在铁轨上行走 突然他看到一辆火车的阵 全速朝他驶来 他发现后为了逃生 立刻朝着火车方向跑去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当时正在隧道里 逃到安全地带的唯一方法 就是朝火车跑去 逃出隧道 然后跳到一边去 反正这里的教训就是 不要在火车轨道上行走 画廊事故 一个著名的画廊 刚刚举办了一个新展览 展览结束时 画廊老板发现最昂贵的 四幅花卉画被盗了 警察出面进行了调查 现在他们有三名犯罪嫌疑人在 Jenna说 他去了其中一个工作室画画 保安员Bob说 他刚才在外面等着 并不知道那几幅花卉画不见了 筹办人Rulis说 警察来之前 他都不知道有发生盗窃案 那么谁是小偷呢 是保安 如果他站在外面 是不会知道被偷的话是哪些的 哦Bob 市长的难题 Mike搬去了一个小镇 并试着开始找工作 那个村里的侦探告诉他 如果你能解决这个案件 我就会聘你当警察 三个月以来 每天晚上 都有人打碎市长的窗户 可怜的玻璃公 每天都必须进来安装新的窗户 我们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 三个嫌疑人的身上 第一个是被市长送进监狱 待了十年的小偷 他一个月前才刚出狱 第二个是 两个月前被解雇的市长的管家 第三个呢 十四个月前搬来镇上的玻璃公 谁才是罪犯呢 是玻璃公 当他来到这个小村庄的时候 生意很一般 所以他选了最富有的人作为目标 过去的羁绊 Mark和Amy冒险前去火山边缘 天哪会发生什么事呢 在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 Amy绊倒了 并跌入熔岩中消失了 不管Mark怎么找 他都没有办法找到他 一个月后 有人前来敲他家的门 当他打开门时 震惊了 是Amy耶 但是等等 有点不对劲 怎么会是他呢 你有七秒钟 来帮Mark弄清楚状况 Amy的脖子上有个胎记 而这个女孩没有 这意味着Amy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叫Jemmy什么的吧 被困在房间里 Haley是一位电机工程师 他找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 是去某个大型科技公司工作 他前去面试 却发现没有招聘人员 只有一个带有发光小标志的黑暗房间 我经常遇到这种事 正在他靠过去准备仔细看看时 身后的电动门突然关闭了 而且有红灯开始闪烁起来 他发现桌子顶部有五个按钮 开玩笑是三个啦 真是骗不到你呢 墙上的标语写着 能帮你逃脱的按钮只有一个 如果他按下第一个按钮 那么会有三扇门在他面前打开 第二个按钮会切断电源 而第三个可能锁上或打开他身后门 各一般的概率 那他应该选择哪一个按钮呢 第二个按钮 电力中断时他身后的门会打开 这样他就可以逃走了 换做是我 我会仔细考虑一下 要不要去那间很古怪的公司面试 做好决定 Billy和朋友们一起外出玩了一晚 回家时他发现有个影子正尾随着他 他看到了一间房子 门开着灯也开着 他冲了进去 但门突然锁住了 三扇门总是这样 出现在他的眼前 只有一扇门能够通往出口 一号门后面有热熔岩 如果他打开二号门 会有一只15英尺长的 饥饿的鳄鱼等着他 三号门后 装有巨大的冰块挡着路 他要选哪一扇门才能够逃生呢 选有冰块的三号门 等冰融化就可以逃脱啦 希望他有带一顿丰盛的午餐 因为这可能要一整个星期呢 有一天Mike决定去冒险远足 他走了几个小时 才找到一个可以扎营的好地方 凌晨一点时 他听到帐篷顶上有水滴声 他走到外面 看到猛烈的雷电风暴即将来临 Mike有三个选择 但是只有一个能够保护他 1.下坡道布满岩石的平地 2.爬上山顶 3.朝下走进树林 哪一个选择最安全呢 下山走向岩石 在雷暴天气中 向高处爬是不行的 他也应该要避开树林 因为闪电会击中树木 幸运的发现 Chan是一位大自然摄影师 他正在亚马逊丛林工作 他在丛林中越走越远 最后迷路了 他带了足够的水 但他的食物全吃光了 幸运的是 他找到了一个旧的野餐篮子 里面有三种供他吃的食物 但是只有一种是最安全的 一罐蜂蜜 水煮蛋 和一个三米制 哪一个才是最好的选择呢 你有奇妙做出决定 蜂蜜 无论经过几个月 还是几年 他都不会变质的 绿色科学家 Kevin和Claire都是化学家 有一天 一位科学家找到他们 并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新发现 他把他们引诱到了某个实验室 并把他们锁在了里面 他说他需要在他们身上 测试一种新的血清 如果他们服用了他 皮肤会变绿 正好感伤 甚怕特里克节 他拿来了两杯冰镇柠檬水 Kevin很快喝完了他 但Claire等着看 Kevin会遇到什么副作用 两个小时后 什么都没有发生 于是他也喝了它 两分钟后 他的皮肤变绿了 如果两种饮料都含有血清 为什么只有Claire会受到影响呢 血清在冰里面 由于Kevin很快就喝完了 所以血清没有办法胜入柠檬水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结果吧 如果你得了0到3分 那么你应该好好锻炼一下自己的逻辑能力上 你可以多做一些谜题 或是多看一些相关影片 成为真正的量生活谜题大师 如果你得了4到7分 那说明你排名很靠前面 你只需要再多注意一下细节就可以了 如果你得了8到11分 那你有着敏锐的头脑 我可以指望你帮我摆脱困境了 现在说到那些楼管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把那些东西放在电梯里吗 也许只是为了躲起来 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嘿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后 学到了新知识 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赞 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 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影片 只需要从左右两边影片挑一个 另外请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吧